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十几分钟的白化佛法 那么 今天呢 跟大家讲 我们人 为什么要把佛性 尽住 常住在自己的心里 因为当我们人 没有佛性 常住在心中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很多的烦恼 我们会有压力 我们人 有时候不能接受一些 好的 一些佛法 那么你慢慢的 在你的心中 就慢慢接受了很多 那些人间的无名习气 然后呢 加上五欲六成的那种索染 你就会 人间 堕落到轮回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你这个 很多人骂 你这个人形畜生 事情 为什么你 不光明正大 人前一套 背后 做鬼 人前是人 背后做鬼 为什么你经常 做两面 人 做两面人 为什么你经常 把自己的心 内的 杂念不去除 表面上看上去 你很干净 但是内心的 你的境界 一塌糊涂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 没有生出光 没有生出明 没有生出慧 生出明是什么 没有生出明白的心 生出光是什么呢 就是你没有产生出 佛菩萨的慈悲的光芒 你没有生出慧 是什么 你没有智慧 因为佛光和你的智慧 一起生出来 那么你就等于 生出明白心 生出光 佛光 生出智慧 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我们人 不要追求 人间的物质 要好好的明白 追求智慧 因为我们人 走的是菩萨的道 靠的是 菩萨的智慧 在人间 因为我们人 本身 已经遗失了本性 我们根本不能 控制好自己的情感 控制好自己的语言 控制好自己的行为 所以为什么 很多人喝酒 喝的乱性 因为他喝了一杯 还要喝 为什么有的人 吃起来 没有节度 人吃了 就会产生很多的病 为什么一个人 不能让自己的心 这么快 就把自己 一些烦恼去除 因为你的心 内心 已经受到了伤害 所以怎么样把它 灭度 把这个无名 就是不懂的事情 要灭度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个人 活在世界上 不是光光的 就是 好像是活着 实际上 他在人间呢 台上告诉大家 有一个叫 无始烦恼 无始烦恼 就是说 因为你上辈子 也有烦恼 所以这辈子 当你降生的时候 伴随的 你就 有烦恼了 所以当一个孩子 刚刚出生 他就有很多 无名烦恼 因为 他不知道 在人间 应该什么生活 他不知道 人间多少 苦难的事情 还等着自己 他不知道 他从小长到大 这个人生 是怎么走的 所以很多孩子 走到一半 就结束了 有的孩子 走到 晚年 其实他的一生 也就这么结束了 没有几个从小 能够开悟到老的 所以真正的 有境界的人 他是 永远 永远 能够让佛法 常住在心中 所以我们真正学佛 不是叫你学文字的东西 自古以来 佛经已经流传了几千年 而我们要学的是 菩萨的智慧 要真正的 从菩萨所说的经文当中 来理解菩萨的智慧 这就是白话 佛法 要给大家 担负的责任 从你们大家对 佛经的理解 到人间的做人 你们才会感觉到 真正在人间 应该做什么人 记得我们小时候 听到有一首经句叫 做人要做 什么样的人 做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做人应该做破无名 破愚痴 破迷惑 破烦恼 那就是一个 不愚痴 心里 叫我们说 心里眼亮的 不愚痴的 不迷惑的一个人 所以 很多人 闻到佛法之后 一直跟随着佛法 在修行念经 而有些人学了佛法 一段时间 他又离开了佛法 这些人 就是非常的可怜 当台长 闻到佛法了 我从小就在想 佛法 是让我们 产生智慧 在人间的 无价之宝 我们在人间拥有的再多 我们还不如拥有 佛法的 这个基础 有了这个佛法基础 我们可以拥有 人间所有的一切 我们对人间 失去的一切 也不会伤心 伤肺 伤肝肠 我们对人间明白之后 我们不会产生 报复心 我们对别人 对我们的不好 我们会 懂得 这个是因果 我们 把别人 对我们好和不好 自己 做错事情 和做好事 都把它形成了 因果 这个原理 叫 叫基层 电子 电子上面说 叫基层块 所以这些基层块 在你身上就产生了 很多的善良的 一个 我们说 一个业障 一个 一个善业 和一个恶业 所以 这个基层块 在你身上 可能等到 你的黑点太多 它就激活 你就会尝到 人生的苦果 如果你今天 这个基层块里边 都是善良的东西 美妙的音乐 都在里边 善良的语言 都在里边 可能等到 你 你 一跟它沟通 它就 天天 在心中 告诉你 你是个好人 你是做人 做得好 人成 即佛成 你是懂得 破除无名的人 你才会变得 越来越 善良 所以 台长 今天 告诉大家 做人 就是要把 自己 做错的 好好的 改正 把自己 做对的 好好的 去拥有它 这样 你就会变得 越来 越善良 变得 越来 越慈悲 让自己 明白道理 思维上 行为上 和你的 语言上 都会 越来越 接近菩萨的 智慧 越来越 懂得 什么叫 干净 所以 心内 干净 连锁 反映的是你 外城的 干净 所以 一个人 良心好 到哪里 都是好 一个人 良心不好 到哪里 都不好 所以 学会 忏悔 学会 找真卢 学会 要懂得 在这个 世界上 消除 业障 因为 业障 在身上 你 如果 不改掉 你的 福分 会 慢慢的 没有 你的 智慧 会 停滞 不前 所以 一个 有福的人 就是 不停的 在改变 自己 身上 业障 消除 自己 业力 的人 所以 真正 有福气 的人 那是 一个 拥有 大 智慧 的人 因为 他 知道 福气 是靠着自己的德性来的 德性 是靠着自己 没有业障 所得 没有业障的人 是因为心中 明白 开悟 不贪 不称恨 不愚痴的人 所以要管好自己 管好自己的嘴巴 脑子 和心灵 这样 你才会 你才会 永久的 拥有 功德 去除 你心中的 鱼吃 所以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学佛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学会控制情绪 要懂得 尊师 重法 要懂得 尊师 重道 要懂得 尊敬老人 尊敬 所有的人 学中国鲁家教育当中 讲的 三人之中 必有我师 十步之内 必有芳草 多学别人的 好的 善良的 去除自己 心中 恶念头 哪怕 一点点 一个念头 散现 你 都是在 给自己 心灵上 修补 一个 非常 向上的 一个 心灵的智慧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 尊重 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愿力要争 心要实 实实在在的心 才能修成 实实在在的你 才会拥有人间 真正的智慧 希望大家 一定要 好好的 懂 宇宙 真理 宇宙的真理 就是 人活在这个 幻化世界当中 根本 不是一个 现实的世界 因为这是幻化 这是一个空无的 很多人 在假的这个世界当中 他认为都是真的 所以他什么都要 只有等到自己哪一天 要进入棺材了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 这个世界一切都不属于我的 一切都是空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才会想到 哎呀 人间空无啊 人间苦啊 原来人间什么都带不走啊 我的孩子 我的家 我的一切都是空的 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人间的一切 随着年龄长大 无常啊 没有 长久的 活在这个世界 生出来到走 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才忏悔 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就是佛法 天天在告诉我们 要懂得人生的真谛 那就是 苦空 无常啊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这个节目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那么接下去呢 台长会继续给大家做 悬疑综述节目 回答大家悬学的问题 好 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